9月2日,全运会田径项目开赛。来自加拿大的18岁华裔女孩妮娜舒尔茨成为当天的焦点人物。本届全运会首次向全球华人华侨敞开大门。妮娜是田径赛场唯一的华裔选手。她的外婆郑凤荣是中国第一位打破世界纪录的女运动员。而妮娜未来梦想是代表中国参加东京奥运会并站在领奖台上。 妮娜加拿大级田径选手妮娜舒尔茨是全运会邀请参赛的华人选手之一。但她的另一个身份更受关注,中国田径民宿郑凤荣的外孙女。郑凤荣是中国第一个打破田径,跳高世界纪录的运动员。 妮娜这次就是在外公段齐言,首届全运会跳高冠军,和外婆的鼓励下回国参赛的。 1957年11月17日,北京田径运动会的赛场上,郑凤荣用娜熟的简视动作轻松跳过1.77米的横杆,而她身高仅为1米70,打破了美国运动员麦克丹尼尔在1956年奥运会上创造的1.76米的世界纪录。 郑凤荣成为第一个打破田径世界纪录的中国人,也是第一位打破世界纪录的中国女性,但她未能参加奥运会,成为最大遗憾。 郑凤荣当年因资主向七项全能的妮娜,成绩在国际田领20岁以下青年排名里位列第一,本届比赛她只参加女子标枪,可惜未能杀进决赛。 妮娜表示,回国后发现中国田径实力很强,外婆当年没有机会参加奥运会,希望她能代表中国在东京奥运会参赛。 为外婆圆梦,本次全运会女子标枪比赛聚集了吕惠惠,吕灵卫,刘诗云等世界级名将。 相比其他选手,妮娜的助跑距离明显短了很多,标枪出手速度很快。 第一头,45米04,第二头犯规取消成绩,最终,她的最好成绩定格在了第一头的45米04,无缘晋级,原来她练标枪仅四年,成绩在45米左右,目前在加拿大女子标枪拳手中排名前三。 妮娜和80岁的外婆郑凤容介绍,标枪是几个项目里她较弱的倚相版,她的主项是七项全能。 本次全运会,妮娜没报名七项全能,而是标枪和牵球,主要原因是她现在在美国上大学,教练人本不同意她回国参赛,最后妮娜和学校各退一步,她回国参赛,但是不能比穿冰鞋的项目。 妮娜和80岁的外婆赛后,妮娜用略有口音的普通话回答提问,虽然在七项全能选手中我的标枪还行,但和这些专门练标枪的比就差人了。 不过,妮娜并不看重这次在全运会上取得的成绩,外公外婆提议我来参赛的,我特别希望参加,我很高兴,能够站到全运会的赛场上。 全运会太棒了,加拿大没这种比赛,场地这么大,还有这么多人来看,我特别高兴,妮娜在主项七项全能上是童年龄段第一。 目前,女子七项全能国际甜莲U20世界青年排名中,她位列第一。 今年4月7日,她在亚利桑那一次比赛中取得了6021分的成绩。 这个成绩,比中国最好的全能选手王庆龄获得2013年全运会冠军时的成绩多200多分。 比乌兹别克运动员获得2014年亚运会金牌时的成绩多100多分。 妮娜参加全运会标枪比赛郑凤荣的大女儿在加拿大,小女儿在美国。 妮娜和哥哥郑恩来,曾效力加拿大最高水平,青年兵球联赛WHL老虎队。 如今,与中国昆仑红新签约可能代表中国出战,2022冬奥会,从小就是外婆带着,教他们练田径。 小时候不太懂外婆对于中国体育的意义,大概10岁左右。 我知道了她是这么有名的一个人物。 妮娜说,等我自己练了田径,我明白了要打破世界纪录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 在七项权能中,妮娜最擅长的是跳高。 如今,她的最好成绩是1米82,已经超过外婆当年。 妮娜表示,自己愿意放弃加拿大国籍,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 我现在还是加拿大国籍,我会尽快换过来的。 希望代表中国参加东京奥运会的七项权能比赛。 并且站上领奖台。